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美国总统大选节目 今天我们将为您带来几条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在南卡罗莱纳州 Eric Phoenix的表现令人瞩目 他不仅传出了两次达阵 还亲自冲刺得分 帮助南卡州以24比21战胜北卡中央大学 展现了精彩的比赛过程 接下来我们来到俄勒纲州 Clackamas县的选票技术 因投票机故障而受到影响 导致技术工作延迟 这一问题发生在选票季出一周后 使得选票处理和追踪变得更加困难 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美国众议院第五选区选举中 最后特朗普在排登节期间对哈里斯发起攻击 承诺如果再次当选将保护全球的印度教徒 他对民主党政府的批评 引发了争议 尽管民调显示哈里斯在印度一选民中领先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联社报道 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埃里克·菲尼克斯 在对阵北卡罗莱纳中央大学的比赛中表现出色 他不仅投出了两季达阵传球 还亲自跑进一个达阵 帮助球队以24比21战胜对手 比赛开始时 南卡州立队在开场进攻中耗时超过6分钟 虽然最终只得到了一个20码的任意球 但随后菲尼克斯迅速找到了凯登 海高完成了一次8码的达阵传球 帮助球队在首节结束前建立起10比0的领先 尽管北卡中央队在下半场努力缩小分差 最终还是未能逆转比赛 南卡州立队凭借最后的稳定表现锁定胜局 在俄勒纲州克拉克马斯县的选举计票 因投票机故障而受到影响 导致关键的国会选举计票进度缓慢 选举官员表示 这台投票机在10月中旬开始出现机械问题 导致处理大量选票时频繁中断 影响了选民追踪自己选票状态的能力 尽管技术人员正在现场修复 但该线的选票处理已经落后于预期 克拉克马斯县是美国国会第五选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选区的竞争异常激烈 现任共和党议员在2022年微弱翻盘 面临民主党候选人的强力挑战 南华早报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在印度教的牌登节期间 利用这一节日对他的对手卡玛拉·哈里斯进行攻击 并承诺如果当选将保护全球的印度教徒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信息中 强烈谴责孟加拉国针对少数民族的暴力行为 并指责民主党政府忽视全球印度教徒的处境 他与印度总理莫迪的良好关系被强调 特朗普承诺将加强与印度的合作 然而哈里斯及其支持者则批评特朗普的言论 为不实信息 认为他的经济政策将对小企业造成负担 而哈里斯则提出了更具建设性的经济计划 旨在支持小企业的增长 CNN报道 中国在美国大选中面临巨大的利益 但为何他们不支持某一赢家 美国总统选举的赢家 可能会对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产生深远影响 然而在中国选举新闻受到严格审查 公众关注的更多是表面现象 而非实质内容 北京居民里说表示 无论是候选人A还是候选人B 对普通中国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 均未能改变美国对遏制中国崛起的政策 过去四年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并对华为等中国企业展开打压 而拜登政府则在技术投资和出口控制上 加大对中国的压力 尽管中国民众对美国候选人和政策的关注 较以往有所减弱 但他们仍在观察美国民主制度 与自己的政治体制之间的对比 美联社报道称 白宫在处理拜登对特朗普支持者的垃圾言论时 修改了官方记录 引发了争议 拜登在与拉丁裔活动家的通话中提到 特朗普的支持者对拉丁裔的妖魔化 是不可接受的 但白宫发布的记录中对这一言论进行了修改 试图将批评指向喜剧演员 而非特朗普的支持者 这一行为 遭到白宫速记员的反对 认为这是对记录完整性的破坏 拜登随后在社交媒体上澄清 表示自己并非对所有特朗普支持者进行批评 而是针对特定言论 此事件引发了共和党人的关注 他们呼吁对这一修改进行调查 认为这可能违反了1978年的总统记录法 CNN还报道 篮球巨星勒布朗 詹姆斯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 公开支持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 强调选择显而易见 詹姆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 特朗普的贬损言论的视频 强调家庭和孩子的重要性 呼吁大家投票支持哈里斯 他的支持并非孤立 哈里斯还得到了许多名人的支持 包括毕昂斯和泰勒斯威夫特 詹姆斯在过去的选举中 积极参与投票权活动 成立了超越投票组织 致力于对抗投票压制 他的声音在当前选举中 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显示出名人在选举中的影响力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 come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